针对大多伦多地区接连发生多宗暴力劫车案 多支警队共同合作 展开两个月的调查 终于拘捕两名涉案男子 沉获17步的实车 何家碧的报道 多伦多警方联同约克区以及皮尔区警队 两个月前展开名为Tiger行动 针对自年初以来 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暴力劫车案 行动中拘捕两名分别为19岁和22岁男子 起获17部汽车 提出超过90项控罪 警方表示大多数受害人都表现迅从 但是仍然遭到暴力对待 而反犯案的手法 是在主要的高速公路行驶 锁定目标高级车辆 跟随车辆去到十字路口 或者受害人的住处 等待受害人停车 再靠近进行劫车 估计一个月劫得汽车总值150万元 匪徒专注于获得豪华的SUV 相信是卖到偷车集团 或者运到海外 行动中警方也检获手枪和部分弹药 警方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 正在寻找其他涉案人士 接着好办公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